聽戲要趁著帝國餘暉 要盡量多撈一點 這個東西很噁心就是 基本上都是針對有絕症的人 那你絕症家屬就是多少錢 都願意付 所以當他這樣子開了就表示 多少人願意付的話 那個錢就多了 那恐怖啦 要拿拿拿 要出來幹狗勒 然後接下來就正式陣進口水 成立 我家順 真的沒有開玩笑 真的啦 我騙你幹什麼 哇靠 你現在知道什麼叫國家隊了吧 喔 我們要講那個 賴清德說如果有機會領導國家 他要在行政院設專案辦公室 加強中央和地方治理 為什麼 這個世代 你們的下一代的民進黨 那麼愛搞辦公室 山野國家隊海野國家隊 他跟蔡英文啊 那那有什麼意義呢 沒事 我跟你講喔 我們的體制 各部會 部會如果要協調就用政委嘛 對啊 不管部部長嘛 那你就強化政委的功能嘛 政委裡面有一個人叫唐鳳啊 以前 我跟你講一個 實際的狀況 什麼狀況 我們現在行政院就有資安辦公室嘛 有啊 但是又是在成立一個訴發部啊 老漢還不是照樣被盜 照樣被盜啊 對啊 老漢看起來欠盜啊 有屁用 哦 對不對 有個屁用啊 然後 他現在搞一大堆什麼國家隊啦 少子花辦公室 像我那天就看到一個 就 幾家種番薯的就搞了一個台灣番薯產業聯盟 種番薯可以搭到這種程度 對啊 因為 我們台灣有五六個縣市都種番薯 然後不同品種嘛 什麼藍芯啊 什麼芯 提供起來 那他就要求農政 農政單位來做輔導 要正視他們 要出口 要統一啦 然後 希望種番薯的面積可以 幾年內增加3000公頃 你等等 媽 你跟宮殿搶怎麼搶得過 不 我就跟你講 我現在是在跟你講 國家隊是怎麼成立的 就是這個番薯聯盟 坦白講那個 那個趙紀元我也認識 那他就對口了農委會 農委會就派一個農政 農政的官跟他對接啦 對 然後接下來就正式開記者會 成立番薯國家隊 幹你真的沒有開玩笑 真的啦 我騙你幹什麼 哇靠 你現在知道什麼叫國家隊了吧 就是用這種同一個邏輯 口罩投國家隊 工具機國家隊 就這樣一個一個出來啦 然後那疫苗國家隊 疫苗國家隊 對啊 但做出來全市就不認啊 這個另外一回事嘛 我是說他就是這麼簡單 就給你成立國家隊 那整個行政體系都瓦解了嘛 簡單粗暴 而且我跟你講 你對口到所有國家隊的行政院的對口 那最後有沒有 國家隊的那個召集人都是副院長 那就是嗎 樣式這個就叫官樣文章 到最後都是鄭文燦啊 就這樣啊 那就變成國家隊辦公室 是嗎 對不對 就國家隊所有的對口都要來那個國家隊 我看到有一個朋友他把他統計了 已經有37人 幹你啊 我真心不知道搞那麼多要幹什麼 這個時候 我們還是得要講一下 可是坦白說 我們還是要講坦白的 賴清德他的勝率是比較高的 只要他學會 這個 像是蔡英文一樣 我跟你講 我這邊要講 蔡英文 賴清德有個問題啦 我跟你講啊 這個其實他自己也知道 那個 他的民調就在35到42中間 對晃動 晃動 而且還沒真正開始競選 對對對 那要超過42也不容易 沒辦法 可是要填破35也不容易 你知道吧 那 那他有兩個背後靈嘛 一個就是執政包袱嘛 對 那一個就是兩岸的戰爭危機嘛 是 然後他 還有他的台獨歷史嘛 這個是他不能變的啦 所以他往往就會被那個背後靈魷拉毀 他的人設是受到限制 對對對 那他坦白講我最近看到他的一些演出啦 我覺得他人人蠻ㄍㄍㄧ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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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ㄤ 他放不開啦 放不開 放不開 而且我講白了 因為潘孟安我也蠻熟的 他找潘孟安 但總幹事我真的是 潘孟安也是個老套的人 是啊 坦白講 我也我也認識他 我跟你講 我光是看 他跟潘孟安搞這個吃播啊 搞跟郭雅惠啦 我們那個小妹妹來搞這個白醋啦 他這個就是很 很笨的老idea 你看小英那時候在選舉的時候 他找的網紅多準啊 都是 我跟你講他找的網紅都不是政治網紅 對都不是 圖文作家寵物作家 吃喝的旅遊的 還有撩妹作家 波特網路作家 我的意思是說 小英抓的網紅 因為你既然要用一個吃播 就要按照網路的規格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不能一家伙就打 我潘夢安啦 安安來啦 他媽我對潘夢安不感興趣 我怎麼會看 他的那天標題就是安安安啊 他事實上是要介紹總幹事出場 結果竟然搞這個東西 結果那天在線好像不到1000 不到 對啊 而且很短就結束了 我聽說只有600 半小時就結束 然後累計到今天 觀看的人只有16000 因為就是這麼沒有魅力 我跟你講那個部分我可以多補 蔡英文那個概念就是 你找網紅就是要打開影響圈 你打開影響圈就不能找什麼 只是賭籃啊 然後什麼這個土星之狼啊 或者脫北者檳榔啊 你要找的就是對民進黨沒有惡感 但不是政治圈的 你要找什麼黃氏兄弟啊 蔡阿嘎什麼要找這些人 嗯 那找這些人你才能夠擴張出去 是啊 那你不然就找原來就舔綠的 原來就找 志祺七七找這些人 哪有辦法 誰會再去看 我是從這裡在推論啊 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他有背後靈嘛對不對 嗯 就他不能變的因素嘛 嗯 然後他自己又放不開 對 嚇嘛 然後網路又不是很會玩 不會 那你怎麼擴張 嗯 對不對 對啊 然後你媽動不動都在擦屁股啊 嗯 因為狗屁事情一堆 再生醫療他媽反對的人一堆 你硬要推 其實那也不是 就是這樣子 就是 那也不是賴清德要推的啊 不是他啦 對啊 我跟你講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再生醫療法的三法 跟那個 光電的開放 就是因為陰系 要趁著系 帝國餘暉 要盡量多撈一點 那 再生三法 其實我今天聽那個 主推是林靜寅啊 那 我業界的代表是林士嘉 都是陳建仁的好朋友啊 就是錢嘛 為什麼 這個東西很噁心就是 再生醫療法 基本上都是針對有絕症的人 嗯 那絕症家屬 就是多少錢 都願意付 對吧 我知道啊 所以當他這樣子開了 就表示 多少 人願意付的話 那個錢就多了 那恐怖啦 當然啊 陳培哲都出來幹狗欸 陳培哲已經 我們這樣講 我們發陳培哲 陳培哲都不來的 一堆啊 上千人啊 對啊 上千人啊 沒有我們不管啊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老是會有一些狗屁議題會冒出來 一下把數位身份證說要收啦 幹嘛啦 對 然後現在又鬧出一個 把唐鳳去辦成品啊 你知道嗎 那這些內心者都是掌握不住的 而且他都要負擔後果 是啊 沒有辦法嘛 這個就是 你執政到了末期了 只剩下一年 陳建仁是沒有能力管 然後蔡英文不想管 就這樣啊 就是目前這個狀態